在寻找历史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了这部拍摄于1980年的纪录片 它对我们留下了王昂做是非原始 珍贵的影像 也记录下了他与妻子傅希君在家里的生活 不过当年这样的团聚并不多 王老忙于是非工作 而傅希君阿姨则更多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那阿姨有过后悔吗 没有后悔 我们主要是有爱 还是这样子 但我觉得王老 您是不是也得用一些办法让阿姨放心 要放假回去 很多家务活我就得干了 有一次 跟您说 跑到延良火车站去拉美美 一下美 一千斤美 突然下大雨 怎么办 就把这个自行车放到这个煤上面 我干脆把衣服脱了 就是一个裤衩 把鞋脱掉 光脚 把一千斤煤拉回来 走了多远的路 四公里吧 回来 就像落汤机 1958年 在沈阳学习时的一次联会演出中 王昂演奏首风琴 为跳着舞的东北女孩 傅希君伴奏 两人自此 相识 相爱 携手走过了65年的时光 当王老和我说起这段青春往事时 他又找出了曾经 见证他和妻子爱情的首风琴 没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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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那里 还有小女首啊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座铁 长歌唱每一座高山 所有人都在你这段青春 很多朋友都在你这段青春 不唱每一座铁 我们在歌唱每一座铁 不唱每一座铁 不唱每一座铁